同學們幫忙套上紫色背心 小華準備上場 加油 大隊接力 小華站在起跑線 責任重大 因為他是最後一棒準備衝刺 加油 小華 加油 校長老師和全班同學 和他站在同一陣線 大魂一塊衝刺 抵達終點線的那一刻 小華差點哭了 好 來幫你 原本說好慢慢走 但小華盡力衝刺 看得出來有點喘 讓同學們好擔心 立刻上情關心 原來他罹患血癌 五年級寒假後 暫時離開學校 在醫院裡進行化療 儘管出發前醫師不斷勸阻 但這是畢業前 最後一次運動會 小華決定向醫院告假 她本來有說建議不要 可是我就說 你希望上去 我的女生就繞不去 身體因為化療 顯得有點水腫 媽媽說小華平常住在醫院病房裡 避免細菌感染 已經很久沒有外出 更別說是到學校上課 而這回是畢業前 最後一次運動會 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熱力鼓舞 決定擔任大隊接力 最後一爆 無外讓人感動 這輪文斌有明報導 正在學校上課 好奇妙